hello hello and good morning and we've been lucky so far at all the places we've stayed but I'd say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so far 今年7月啟程的公路旅行原本預計10月結束 但裴蒂托的IG卻在8月25號後停止更新 就連家人都在8月30號以後聯絡不上 網紅失蹤超過半個月 直到9月19號FBI找到疑似他的遺體 裴蒂托男友成了最大嫌疑人 因為FBI說裴蒂托在8月中旬 曾被男友狂打巴掌驚動他人報案 另一段警方密錄器也錄下裴蒂托哭著描述他 與男友的爭吵 裴蒂托邊哭邊向警察訴苦 他的未婚夫成了破案的關鍵 詭異的是勞德里後來獨自開露營車返家 只是他拒絕與警方合作 還在幾天後離奇失蹤 也為網紅之死留下無數謎團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